彰化莲花食品锅炉大火 造成重大人命伤亡 在今日的定期会中 仙员简千祥就县内 设有大型锅炉的食品工厂 是否有定期积茶及清茶的问题 表示关切 并提出探讨 多出县府消防局重视 以保障民众的神秘财产安全 彰化县发生了一个大火的事件 烟化食品的锅炉大火这件事情 应该是六十一重伤 我不知道我们南投县 对于设有大型锅炉的食品工厂 或者是有关于 可能会引起火灾的工厂 有没有定期来积茶 这一点也是希望 我们线上的所有的民众 可以比较安心 不然的话 其实这种食品工厂 大火的事情一烧起来 就是我们人民的财产的安全 受到很大的危害 仙员林如阳表示 每每发生火灾 轻则造成财产损失 重则造成人身伤亡 防火不止在工厂 一般民载的居家防灾 也是不可轻忽 建言消防局 平时在消防栓等设备的检测上 应当要落实 防范未然 才能够有效地避免 及降低火灾造成的损失 每一件的发生 除了财产损失之外 跟我们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有非常大的关联 所以我想请局长 是不是可以在我们南头 做一个全盘的 例如说像我们消防 上一些消防设备的 定期的设备的一个检测 在平常的设备 装备的检测上面 一定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不管是发生在工厂 还是说家户 那这个火警 其实真的影响到非常大 我想这次在 这次连华的火警 应该让大家都深有同感 那也希望说 局长在我们的 平常的检测上面 一定要确实的落实 先缘黄春林 关心消防用车 车体保险 及意外险等部分 投保状况 是否足以因应 未来的意外 以免发生车祸时 却让执勤人员 得直掏腰包 希望能够更加的保障 消防人员的执勤安全 期许相关单位 能够忠视议员们 所提出的问题 紧速改善现况 让南投县民 更安居乐业 记者洪一伦南投县议会 采访报道